哈喽,大家好,我是YES 在千多年前,人类很早就知道 会应用有毒性的植物 拿来以毒共毒,拿来发挥它的药性 而且这种以毒共毒的方式 对虚菌感染的皮肤病相当的快见效 这是三间兰 学名是Dainiana Ancypholia 马来文叫Roomboatschia 别名是老鼠匹 山拉尔,杰根兰,山大剑兰等等 这种植物,它喜欢生长在山坡或山上 它的腥味,甘性凉,有大毒 在传统中意认为 山坚兰,具有八毒,消肿的作用 在中意里来说 山坚兰,它的液,可以拿来治疗 舌伤,它的根和筋,可以磨成粉 拿来外用,来治,皮肤,浓肿,血,淋巴结缘等疾病 山坚兰,全株都有毒 尤其是地下精的治疑 尤其是地下精的治疑最强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误死,三间兰 可能引起食欲不振 腹泻或神经萎缩等等 严重的话,可能引起呼吸困难而死 如果动物物死的话,可能导致死亡 在古时候,住在山上的老人家 很早就会应用这种 它的液,跟它的筋,拿来捣成糊状 来掺在香米,来晒干以后 拿来做成老鼠药 在中国,泰国,有的老前辈 会应用山坚兰,它的根,筋,叶,拿来燃烧,化成灰,做成药膏 拿来治疮,烧痒,泡疹疮,和风湿病 在印尼,民间,有的老前辈,会应用 山坚兰,它的根,拿来水煮来河 来治,圣洁石 甚至,可以拿来帮助治,白带,和排便困难的产妇 如果一个人,悟食,山坚兰,它的果实,会引起恶腻 甚至,呼吸困难,而死 在广州,草药医 在广州,草药医介绍 它的治疗方法,就是 灌服,先压血,或先羊血 直到呕吐 将毒物吐出来 来减少体内的中毒 在广州,草药医 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新马草药自然一些 下一期,见 出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